A what's up,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说唱音乐有大专说唱 也有文雅的说唱诗人 对于这两种说唱你都听过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暴力的 OK,让我们直接开始听歌吧 棒 我怎么想屁想,乱要想,乱要想,乱要想 你怎么续长生死的鸡汤 我怎么跟你说锤子 球打给你说上嘻嘻哈哈鸡的刮啦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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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怎么不听算 老子没逼你也没逼你妈妈 热闹,鸡鸡喳喳 我怎么有时候就是喜欢吃垃圾食品鸡鸣花花 这锤子是他嘴巴吃得飙达飙达 我也喜欢 老子今天就是想吃薯片吃得稀里哗啦 我给你剩喳喳 老子今天就要听一天的 就是喜欢这些社区的感觉拿起咯啦咯啦 看一年什么上纲上线的 我们什么就是同行为民在这儿 只在国家家 老子该叫你哪个 哪个吊死你大哥 我把脑子包子给傻了 耳子耍脸是傻脱 我什么这些套口子的rapper 就要现在自己走出来了 国都不住了 什么天啊 你什么现在就只有流量了 有话语权了 可以倒向语论了 什么你好凶哦 你和老子 我摆的是这期你才乖的是 该秀你买的是这时候 我放的最外的 这口你什么有钱 那就去买个数百粥 家里才乖了自己手都去老盖了皮卡丘 老子把小卡拉没啥狗 红外的杀的也是大球胖大的 卡拉一刷都买了 买了起家旧的家族 在黑面夸老就夸老 老子们挂头的挂头 你什么钱踹 只肯爬开快乐拿开你家旧 我说哈什么 那想离你们马瓜屁 成都的说场啊就像足球在巴西 这儿手屁哈 认不到你哈 那个你是家里 老子马了人道 当人贼唱 你就你傻嘻 我的最爱是地大的大地 你的水瓶不要比划趴到地下街 当公民手要酸酸鱼挂起 我的十三口也追上意大利 我的势力就像粉丹琵琶哩 那是现在不需要去刷其他嘞 先生别别你妈的 你懂我穿着你妈的 评论了别就给老子看了 给他一刷屁 你是不是觉得你懂我了 哎 你小片子你懂我这 你懂锤子 为什么你求我事儿刮你小吗 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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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求我事儿刮你小吗 小吗 我太喜欢他这种 小吗 他不知道觉得自己是干活你小吗 绝对是妈自己是熊小吗 吃不远要回来 我是妈的屁股娃娃子 买球带的你 你是妈的胎生娃娃娃 我这妈兄弟多心 你多是还没绝对 开起好的车子 我胸口写个S YES YES 快来过来看你们的电视 老子躺起来吃爽椰子 鞋子的笔鞋来的鞋子尾巴 被妈的笔鞋 算了我拿起电子肥肤 你小吗 哎哟 小吗 OK 听完这首歌之后 你感觉怎么样呢 1到5分 你给他打多少分呢 我特别喜欢谢老板这个叙述方式 因为他的内容和正常人讲话 是一样的表述 讲述的内容特别容易让人听进去 而且内容特别的有趣 而且还唱的这么有音乐性 我甚至经常听谢弟子歌 我感觉我都会说几句成都方言了 因为确实 目前所谓的诗人说唱 除了真正少数 真正是有点文学水平的歌词 写的确实瑞斯败 但是大多数的rapper 所谓的说唱诗人 恐怕也只是单纯的 怕被别人评论上大专说唱 而强行让自己文艺 强行让自己变成文化人 反而没有谢老板这种 听起来更纯粹过瘾一点 那么你对说唱音乐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在评论区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每天和大家一起听黑帕聊黑帕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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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